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大清朝最幸运的皇子康熙62岁所生,被雍正当儿子一样养大。 欢迎各位看官,点击订阅,下期精彩内容不错过,我们来借着往下看。 大清朝最幸运的皇子康熙62岁所生,被雍正当儿子一样养大。 刘备曾经说过,女人如衣服,兄弟如手足,可是这种情况想来只对穷人有效,那些富家子弟,特别是皇子之间,最为忌惮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兄弟,比如九子夺嫡。 是何等的惨烈,血腥,而让人们想不通的是,就是那位最终夺得皇位的雍正,却一改常态,不仅容下了自己的兄弟,甚至还带其为子,有没有很好奇,何人如此幸运,那就一起来看看这位幸运大神的顺遂人生。 此凭母贵,允毕因其母亲受宠,作为康熙最小儿子,受到父亲百般疼爱。 这个幸运的人,就是康熙最小的儿子,爱心觉罗,印毕,后因毕会地名改为允毕。 至于说他,何德何能如此幸运,那就要从他的出生谈起来了。 在康熙62岁高龄时,后宫之中的陈氏,再一次为康熙生下来一位皇子允毕,在史书的记载中,对于陈氏的记载并不多, 只知道他是陈其山的女儿,然而陈其山究竟是谁,却并不清楚,康熙62岁的时候,在古代绝对称得上是高龄,应该是力不从心的, 却依旧非常的宠爱陈氏,说明陈氏确实非常漂亮。 在来自意大利负责给康熙画像的马国贤神父的记载中,有一次,他看到了美丽的陈氏,打扮得非常的精致,和一名幼童在湖边休息, 让他看到的第一眼便惊为天人,更是以为是神仙转世。 后来在太监第一解释之下,他才得知,眼前的这名女子只是康熙的一位妃子,在后宫之中被称作木嫔, 而那名幼童则是他为康熙生的皇子允毕。 原来,当时年轻且美丽的陈氏身披红色披风,梳妆精致,正坐于湖边休息,沉静之中透着与世隔绝的纯净之美,而此时允毕已经出生,约为三四岁的样子,就坐于陈氏身旁。 还是后来经过太监解释,马国贤才知道他并不是什么活佛之类的人物,不过是康熙后宫的一位小主称为木嫔。 通过这一记载,我们不难想象。 当年康熙已经六十多岁,对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,自然是颇为关注的,特别是她还为康熙生下的一位真正的老来子。 允毕,如此怎能不受康熙的宠爱呢? 当然,允毕虽然当时还小,但爷子凭姆贵身受康熙的宠爱,可能是这个时期的康熙已经进入老年的缘故吧,总是会被幼子触动内心的柔情,自然对允毕的宽容,疼爱又与众不同一些。 可以说允毕从出生开始,便一直拜自己年纪小而得到各种优待,不仅是父亲康熙爱他,那些早已经长成的皇兄们,也因为与之相差年龄巨大,从而对其善以相待。 六岁师父,没过多久丧母,允毕却被雍正如此一般抚养,十七岁变成亲王。 可惜的是,在允毕六岁的时候,康熙于西郊皇家院又唱春园故去,当时正值九子夺嫡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,按雍正王朝的影视情节记录,允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大作用。 当时各位阿哥都仗着康熙吐字不清,意识昏迷,从而故意混淆未来皇帝的人选,特别是九阿哥,十阿哥等人,直接不承认康熙说过传位于四阿哥的事实。 就在这个时候,只有六岁的允毕站出来,力挺雍正,说自己听清了父皇的遗言,传位于四阿哥,这个当然是剧情需要,史料之中从没有这样的记载。 不过,从后面允毕的命运,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问题,雍正继位之后,对这位最小的弟弟那是照抚异常,不但将他放在宫中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养育,还同时对其进行教学辅导。 当然,这也有个前提,最开始的时候,允毕是与母亲陈氏一起生活的,但过了没几年时间,陈氏便因病而逝,据说他去世时还不足三十岁。 是康熙那些年轻妃嫔中最早离世的,当年的乾隆还要比允毕大几岁,约为五岁的样子,所以后来乾隆自己回忆起这件事就说,贤亲王自幼蒙皇考词降令,在宫中与郑兄弟同学读书。 不仅如此,有关允毕在后来的生活,乾隆也有见证,对此事说得比较客观,乃王,执允毕,姓丹贤士,不知民免相学,以赴皇考希望之意,屡凡圣心,降旨训斥,而亡仍未圈改,接阵所亲见者。 由此,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,当年的雍正对这个年纪超小的弟弟是何等宽容,优待。 如果不是因为手足情深,那恐怕就是要报当年的一语之恩了吧。 除了成长上的观照,据说允毕只有十五岁便已经被雍正信任,可前往太庙参与直理了。 到了允毕十七岁的时候,雍正更是直接册封其为亲王。 此事在《大清世宗宪皇帝十路》中有所记载,朕幼帝兵心忠厚,父姓和平,素为皇考之所钟爱。 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,学识意见增长,振兴喜悦,祝封亲王。 就康熙的三十多个儿子来说,允毕是第一个十几岁便被封为亲王的。 只此一点,就可以想见其备受隆恩之处了。 康熙在世时对允毕宠爱有加,雍正在位时也是极其宠爱这个弟弟。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,在乾隆执政以后,更是对这个小自己几岁的皇叔宠爱有加。 另外,允毕册封为湘白旗蒙古都督,从这个官职的大小就能了解到允毕到底有多受重视。 湘白旗蒙古都督只比一品官职几乎平级,高于八军汉旗,而八军的一小半就可以保卫京城,八军的一大半就可以去攻打天下。 乾隆是多么信任,允毕才敢把国家的军权交于他手。 保护京城的安全,兼顾天下的安危。 另外,乾隆还命允毕管理宗人府的一切事务,御书房的一些设施,也由允毕负责。 当然,乾隆也曾斥责过允毕。 当年因为八旗子弟不守法律的行为让乾隆非常生气,在吃饭时当场指责允毕管理不周,可是允毕却没有在意。 另外,允毕在吃饭时,竟然比皇帝先行放下碗筷,此种行为有被君臣之礼。 乾隆刚刚强调过君臣有别,兄弟有序,但允毕却丝毫不在乎,刚说完就有人忤逆了他的意思,乾隆稍显不悦。 乾隆就斥责他,玩乎指手。 不守规制,又不恪守礼仪,若再有下次,就应领发。 这是唯一一次由史料记载的允毕被训斥的经历。 不过从允毕后来的人生履历来看,这次训斥并没有对允毕造成任何影响。 根据史料记载,允毕的狄附近是大臣海芳的嫡女,夫妻关系非常的和谐,妻子共为他生了六个子女。 侧附近是纽葫芦氏宝平的女儿,树福晋臣氏,另外还有妾王氏,加上已经夭折的孩子。 允毕一生共育有四个儿子,七个女儿。 允毕去世时,享年五十七岁,由乾隆皇帝亲自赐予灵琴,并追加嗜好为克勤王,表明了他一生谨慎而恭敬品行。 虽然允毕子女数量与父亲康熙没法比,但比雍正可多不少呢,总共是四个儿子,七个女儿,只可惜女儿多为早妖,儿子则都活了五,六十岁。 允毕于五十七岁去世,被乾隆刺世号克勤王葬于北京平谷,一生毫无忧患的允毕,算是平平淡淡生活了一辈子,但却享足了奇人之福,受尽了皇家优待。 这是多少皇家子孙梦寐而不能得的事。 在允毕的一生中,只记载过一次乾隆训斥他不讲礼数的事件。 除此之外,再也没有被训斥过,哪怕被乾隆训斥了之后,允毕依旧不受丝毫的影响,依旧过得非常的幸福。 可能有人会认为允毕之所以被宠爱,是因为他当初年龄较小,没有参与到阿哥们的皇位争夺大战中,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,才会免于一场屠杀。 但是历史上年幼者的皇帝也有很多,年龄小,并不能其受宠的原因。 允毕的一生,既可以说是平平淡淡的一生,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生,平平淡淡是因为他的生活一直都很平静,既没有国仇,也没有家恨,衣食无忧,吃喝不愁。 虽然孩子多夭折,但活下来的也都风光无限,说其轰轰烈烈是因为他一生都受到了皇家特有的恩宠,除了他,自古以来都没有享有如此待遇的人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